早在1928年 为了对付东北王张作林 蒋介石极力拉拢当时实力强大的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 还主动提出要与冯玉祥互换兰姆结为兄弟 在正常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 校长与冯玉祥败了马上 结拜成为了兄弟 在冯玉祥与蒋介石当年的很多照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 蒋介石一身戎装披着长披风 显得威风淋漓 而有不一将军之称的冯玉祥 却经常穿着一身微步军装 两人的穿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兰谱的对比就更加强烈了 冯玉祥写道 结盟真意 实为主义 冯将军写得明白 他与蒋介石结拜 是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而蒋介石则在兰谱上写道 安慰共账 同干共苦 海枯实烂 死生不如 一堆虚词 云山雾绕 鬼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对于结拜 蒋介石是揣着心眼的 我爸爸从蒋介石说 如果你要实现三民主义 我们就在一起干 如果你不把人民当主人 拿人民当奴仆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干 不但不能在一起干 而且 我是非要打倒你的 蒋介石 连连答应 蒋介石表面上答应的干脆 暗地里已经做好了 坑大哥的准备 他前脚许诺 等北伐胜利后 就把平津 以及河北的地盘 划给冯玉先生 后脚就跑到石家庄 与山西王延西山进行密谈 表示将京津和河北的军政大权 交给延西山 条件是 延西山要支持蒋介石的统一领导 后来自知理会的蒋介石 对冯玉祥解释说 不是小敌不愿意把地盘给大哥 实在是因为这些列强太烦人 他们对延西山有好感 想让他来接受平津地区 否则他们将出兵占领平津地区 为了尽可能地暂时 不跟列强起冲突 小敌我只能委屈大哥了 其实这是校长的一个策略 用实力最小的延西山 来制衡目前实力最强的冯玉祥 爸爸回来以后 憋了一肚子的火 他带领兄弟们 经五元试诗 行程万里 才到了北京城下 可他们却 他们却被告知不让进北京城 这事喝到谁身上谁不火呀 为了安抚冯玉祥 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北平市长的须知 冯玉祥也知道 这是蒋介石玩的手段 可是他的西北军太穷了 官兵们连高粱米 盐煮黄豆都吃不饱 而蒋介石背后 有江浙财阀和美国人的支持 真金白银多的是 为了让弟兄们吃饱饭 他也只能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